- 請進來開箱的分別 - 嘿!我千千啦! 要記得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也千千 沒有錯今天看到界半誰就知道 我們又要來開箱超商系列了 這次呢要開箱的是 Seven的御飯糰 本來Seven跟全家一起開 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兩家的三角飯糰其實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決定分成兩集來拍 然後呢 我其實沒有買到全品箱 因為跑了很多家超商 我就是只有買到這一些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是 桃木燻雞口味的沒有看到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這樣子吧 15款應該也夠了吧 好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它最便宜其實是肉鬆飯的23塊 然後最貴是36塊 通常這種價錢的 對 首先是肉鬆口味的 23塊 價錢是217大卡 然後呢 我以前開育飯糰 沒有一次成功的 現在已經變成高手來著了 首先就是這樣 再來就是這樣 等一下 不要浪費 切記不能太大力 OK 成功 第一口大概就是肉鬆這樣子的肉鬆 吃到肉鬆了 它有滿多那個白芝麻 然後跟肉鬆配在一起 它的肉鬆吃起來其實整體口味偏甜 但是還是鹹甜鹹甜那一種 不是真的完全的甜肉鬆 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飯糰 它咬起來有點像是有那種 麵包穴炸過的那種感覺 就是不完全只有肉鬆的 鬆鬆軟軟的那個口感 還是其實我是咬到那個芝麻 沒有喔 除了芝麻之外還有其他 是烤烤烤的東西 吃完了 下一個人來吃鮪魚飯糰 鮪魚飯糰就比剛剛肉鬆貴了2塊錢 我們先來咬一口 鮪魚沙拉的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這種鮪魚是有混沙拉下去 就是攪拌的那一種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吃鮪魚沙拉的那個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 你一有咬到核心的這一口 就會覺得非常好吃 而且你吃中間四個角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錯嗎 好 下一個是嘉義風味的雞肉飯飯糰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款是雞肉飯 可是我沒有買到那一款 就只有買到嘉義風味的 它打開之後它的那個 雞肉飯本人的味道還蠻重的 就是有拿櫃島魚跟雞油的那種 飯的香味還蠻重的 這個其實我蠻喜歡的 因為你光咬旁邊的米飯 它其實就蠻有味道的 而且是那種油蔥酥很香的味道 給你們看一下它裡面 它裡面呢 是雞肉絲不是整塊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 可是這個就有點不太像是飯糰了 我們來把它加熱看看好不好吃 好了 好 微波好了 來吃吃看微波粥會不會好吃一點 喔 對嘛 這味道就是要 它那個香味就是要熱熱的啊 解體了啦 要死了 它很可以加熱吃 我極力推薦你們加熱吃它 因為它加熱之後 它整體的香味又更濃厚了 這個就是比較沒有清爽浴飯糰的感覺 我覺得好吃程度有加倍 吃完了 好 下一個 海南雞飯 我個人真的非常的喜歡吃海南雞飯 我是說海南雞飯本人 好 這個就是海南雞的內餡 然後裡面有蔥雞肉 然後我其實沒有看到薑絲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的香味是有薑絲的 所以你咬下去的第一火啊 你會先是吃到薑絲 薑絲 薑絲 薑絲的狗狗薑絲菜 然後它的肉本身我覺得滿嫩的 顏色看起來也很colorful 可是呢 就是 就是 你不覺得它的內餡很少嗎 OK 吃完了 這個其實海南雞飯我也喜歡耶 也是重口味的人會喜歡的那一種 You know what it is 下一個 蔥鹽燒肉飯糰 它說它這個是麻油鹽海苔 真的是麻油的香味 麻油本輪 這個就覺得很難拆 因為你這樣子拆 你一定要把它稍微拿 用手拿起來 然後你手上就會沾滿了那個鹽 咬下去你就已經稍微吃得到 米飯有那個烤肉的香味了 我現在咬第二口了 有沒有 有看到餡嗎 這個餡比較害羞一點耶 咬到火麵了 裡面呢有蔥跟豬肉 然後燒肉的香味還滿夠 因為燒肉醬那種鮮甜鮮甜的味道 然後再配上蔥 可是我覺得就是一樣也是 裡面內餡其實是滿少的 這一口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剛剛直接 直接就是一口咬下去 它的最多排料的地方 好吃 這個我覺得吃起來滿高級的耶 接下來是 薄多明太子鮭魚飯糰 好 你看這樣子 你光在外圍 其實就看得到明太子本人了耶 先說 雖然整個吃起來是有明太子的辛辣 一點點然後再加上鮭魚的鮮味 我其實覺得這顆吃起來還滿清爽的耶 我覺得味道不錯 我個人其實沒有很喜歡明太子 可是這顆的味道我完全可以 你們這樣會不會誤會我是業配的 我不是喔 好 下一個是中家府泡菜燒肉飯 中家府是什麼 然後呢它這個呢 外面也是那個麻油鹽海苔 泡菜烤味就是厲害的 打開那個味道就炸開了 先來咬一口 一樣還是沒有料 這個我還好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的泡菜味沒有很重 就是只有甜沒有辣的那種泡菜 這個我就不太喜歡了 真的都只有甜味呢 咬咩 好 下一個是炙燒蔥鹽青魚飯糰 這個其實包裝很可愛 上面還有一隻魚啊 好 吃到中間了 它裡面有蔥跟魚肉 我覺得它吃起來 它那個鹽的味道 加上炙燒的味道 我覺得搭得非常的剛好耶 這一款我還滿喜歡的 因為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吃魚肉 可是這個 這個可以 好 下一個是wasabi鮭魚飯糰 這就是我喜歡的口味啊 然後 它這個是用wasabi的海苔耶 它上面特別講的 這個好黏喔 等一下我要把海苔撕起來 好 這樣 先來咬一口 它其實啊 它叫wasabi鮭魚 可是它其實wasabi就只有外圍的那層海苔耶 裡面那個鮭魚是沙拉鮭魚 就是沙拉醬加鮭魚 就沒有那個wasabi 在裡面了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非常的普通耶 如果你追求wasabi是直接衝你腦門的這種 這種你這個你吃的應該會失望 好 下一個 龍蝦風味沙拉飯糰 然後這個 它有特別標明說 它這個是醬油海苔 不會又黏住了吧 欸這特殊調味的飯桶都黏成這樣 是想要 是想要 起死我 但這個海苔好吃 我都被我發到快沒海苔了 它好像裡面有混那個wasabi 就會有淡淡那個wasabi嗆的感覺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它在你嘴巴裡面的口感 會有爆爆爆的感覺 這款我覺得 就是 就是普通 可是我室友說它還蠻愛的 好 接下來吃下一個 原的這個是食安牧場 彈心蛋 彈心蛋 打開就是一顆彈心蛋 跟有調味過的飯 它這個啊 除了彈心蛋本身很好吃之外 它的飯是有那種筍乾的甜味 雖然說我喜歡吃這一款 可是我很少買 因為我覺得它35塊其實有點貴 吃完了 下一個呢 來吃這個 日焯牛小排飯糰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36塊的飯糰其實 真的是滿貴的齁 這個智商的味道怎麼比較像 烤肉盤沒有清過的烤肉味 這個其實我不太喜歡耶 因為它整體的調味偏甜 然後它裡面的牛肉其實有一點茶耶 下一個呢是這個 南蛮醬炸蝦飯糰 欸它咬下去之後 它裹面有一顆蝦子 躺在那裡 我來猜一下是只有一隻嗎 欸有兩隻耶 我們先來把這一口咬下去好 因為我覺得我吃到現在 蝦子都已經露出卡丁了喔 還沒有什麼味道 我覺得滿邪門的 裡面有兩隻半的蝦 為什麼兩隻半呢 因為有兩隻完整的 跟一隻只有尾巴的 然後它這個啊 就是有一點點甜甜的 然後跟一點點鹹味的那一種 我覺得這一款是太清淡了 吃完了 接下來呢來吃這個 招牌雙手捲 其實我會買這回的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 感覺跟御飯糰很像 就是一樣都是海苔 然後就是很輕便 可以吃它不沾手 又不需要微波的 先來吃這個 海鮮雙手捲 你不要看它沒有喔 這個料理是428大卡的喔 它是鮪魚跟海鮮沙拉的 這個是海鮮沙拉的 外面就很淡 甲龍蝦 黃瓜 不對 這是鮪魚的 很隱藏 這口味就是普通 我覺得這好像不需要多想什麼 因為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 很普通的一個手捲 你們喜歡像這種 單純的鮪魚本人 還是有用過 還是有拌過沙拉的那種鮪魚啊 接下來是海鮮沙拉 它的海鮮沙拉 完全不像海鮮沙拉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火腿實在太搶戲了 所以你咬下去 你從頭到尾 幾乎就只有吃得到火腿的味道 以及那個小黃瓜的那個脆的口感 就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海鮮雙手捲裡面 比較好吃的是這個口味 可是就是 就是你會很不懂它海鮮在哪裡 裡面有鮭魚 那鮭魚的味道你要非常用心的去感受它 比你讀書的時候還要認證 你才會感受到它的存在 不過這種好處是 你從第一口到最後一口 它其實全部都是料 好 吃完了 下一個招牌雙手捲的 蛋沙拉跟肉鬆的 這兩個手捲 其實我最常買的是 這一個肉鬆跟蛋沙拉的這一款 因為其實我非常的喜歡就是 Seven他們的肉鬆的口感 我們現在吃蛋沙拉的好了 來給你們看一下 嗯 普通 它吃起來就很像我們自己手做的那種 蔬菜飯糰的感覺 然後 蛋沙拉其實口味沒有很重 可是跟剛剛的那個海鮮沙拉手捲比起來 它的火腿味反而比較沒有那麼重一點點 可是就是也是 也是普通 吃完了 接下來呢來吃這個肉鬆口味的 這到底是多愛加小王觀眾火腿 這個的肉鬆手捲跟這個 玉飯糰的肉鬆完全不一樣 因為玉飯糰的肉鬆有脆脆的口感 可是手捲就沒有 然後它吃起來整體的口味偏甜 裡面還有半沙拉 其實我覺得吃起來還滿濕潤的 不會到讓你覺得乾 可是就是也是普通 可是這種肉鬆的味道其實我還滿喜歡的耶 甜甜的耶 最後一口 嗯 吃完了 今天呢總共吃了13款的飯糰 以及這兩個雙手捲 我個人的排名呢 我想一下喔 炙燒蔥鹽青魚 然後蔥鹽燒肉海南雞跟雞肉飯 還有實在牧場的筍蛋 筍飯 這五款其實是我會願意回購的 可是先跟大家說因為我口味比較偏重 所以這幾款其實吃起來都不是清爽的那一種 如果你們比較喜歡吃清爽的話 這幾款就比較不適合你們 然後我覺得有點雷 有點雷的是最貴的那兩款 一個是南蛮醬炸蝦跟炙燒牛小排 我覺得這兩款就是 對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吃吃看 然後呢我今天其實有幾款沒有開到 如果你們有吃過我沒開到的那幾款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你們吃過的感想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接下來呢 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還會再拍全家的三角飯糰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